夫婿 你要吓死我 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走吗 不行 你又不是不知道 华剑阁有多能传流言蜚语 要是看到我跟你一起上宫 那只不定传出什么幺蛾子呢 你快先走吧 我跟在你后面 快 快走快走 你先走 我跟你们说 昨天晚上特别刺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跟映戎亲眼看见的 李渔月跟岛主有事 你 你仔细说说 你昨天晚上看见 看见什么了呀 你昨天晚上 我跟你们说啊 好 好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他们大半夜在厨房里呀 也不会吧 岛主不是都成亲了吗 怎么还和李渔月勾搭在一起了 这怎么勾搭上的呀 我是不知道 反正啊 这个李渔月可真不是个 手榴的灯 过去跟岛主 这见不得人都不要 有个事 可见那岛主刚过门的夫人了 就是 你说这岛主怎么想的呀 放着家里好好的夫人不行 就是啊 怎么谁都喜欢她啊 李渔月真是贱一个勾搭一个 怎么这样啊 就是 这岛主 这个拿给我一下 好 好 就是摆盘啊 一定要注意了 别摆错了 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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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来了 这个后厨啊 在我的管理之下一切井然有序 不知道岛主您有什么吩咐呢 没事 我就是来看看 看看 看看 你认真的样子 你认真的样子 给你 给你 看他们俩跟不过了 就是啊 我还以为你 你离我远点 我偏不 你在这儿 别又要说我们闲话了 我勒意啊 他们传我们的闲话 他也总比传你跟杜罗的好 他也信了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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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刘管师 你怎么看 他跟岛主可真心啊 是吗 越来越近就是啊 你这哪是江管师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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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苏管师来了 你走了 知道啊 崔喜山宝 你们刚刚看到苏管师 你表情了吗 他看到李云月 和岛主亲近的时候 那表情 跟吃了苦瓜一样 当然看见了 谁不知道苏管师 对岛主那点小心心 就是 他不就是为了岛主 才来的花间阁吗 只是啊 他肯定没想到 岛主前线日子 竟然成了亲 苏管师其实也挺可怜的 苏老爷去世后 苏家家到周末 苏管师就靠着嫁给岛主 能重振苏家呢 他不待在花间阁 也没别的地儿可去了 就是 那苏管师可难办了 这岛主厌倦了李云月之后啊 谁知道还看不看得上他呀 苏管师配不配得上我不知道 但你们几乎 终日岁言岁语 孤独终生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奴婢之错 这两天 你们去禁房庆里会晤 顺便 把字迹也清理干净 把字迹也清理干净 今天这件事情 您怎么看 杜尚司为苏管师出头 看来是一清别亮了 不喜欢那个李云月了 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 这岛主和李云月是越走越近 他们俩肯定有问题 那杜管师您打算 这个李云月 我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我听说岛主夫人 也不是个好惹的准 岛主对她是宠爱有加呀 这样 你对李云月也别松弛 我找机会 向岛主夫人通风报信 我们要是把岛主夫人拉拢了 那我不也算有个靠产吗 那我在花间阁还不 等着呢 高 实在是高 过来过来过来 好 好 我这就安排人去办 你 今天就一张 什么抓鱼 抓鱼 抓鱼 这么大的了 我去哪里抓鱼啊 好大的鱼啊 不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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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军 你怎么来了 这次我们又手遇吗 不是 我听说 豆管师让你抓鱼 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不行 我刚刚才抓了一条鱼 没法回去交差啊 这个豆管师 居然让厨娘来干这个 没关系 就当是我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了 对了 给你 木军 我们都成婚了 你还给我写情书呢 看看 我还从未收到过情书呢 看看 岛主夫人 不是你写给我的 近日 岛主与厨娘李云月 我 我啊 左洞泼密 我已帮您时刻盯着 若您需要 我必效全马之劳 为您扫除障碍 花间阁的 豆管师 我说这个豆管师 最近怎么老是盯着我 针对我呢 原来她是想借机 向我 用我来 讨好 我 她居然向我夫人 搞我夫人的状 这事听上去 还真挺有趣 你还笑 好了 既然你人都来了 帮我一起捞鱼吧 我抓不完啊 不行 天色不早了 我们得回去了 走 不是不是 不行 夫君 我已经没捞完 我就会爱说的 你给我去了 不行 我们就回家了 求你了 行了 你帮我一起去了 走了 走了 我可以 你 给你 哦 你就是我甜甜的湯 甜甜的湯 偿尝受光离微的江湘 也是什么西洋 混在你脸上 银桃一半的模样 一口一口一口 也是你才是甜甜的湯 你红的雪妆不是我慌张 不过是男孩俩穿在我心上 不想要对你说话 还有漫长时光的心上 福君 你看 好多鱼啊 这下可以交差了 福君 你还记不记得 这才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啊 海藻豆干丝 红油蒜泥海藻丝 海藻枸杞排骨汤 我堂堂一个度假大少爷 竟然陪你在海边捡海藻 这个市场 也就你陆月儿有这个面子 能陪我陆月儿捡海藻 是你的福分 是吗 对了 杜叔 那边海藻多 你去那边帮我多捡一点 多捡一点 知道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醒醒 醒醒 虎极商说 救溺水者 要用换气法 算了 算了 救人要紧 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来 我来 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用谢我 你没事了 怎么 他 别提了 不喊而离 你 严格的来说呢 你第一次亲的人 应该是杜若啊 好香啊 好吃 不让 他不知道 其实连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都是我设计好的 夫君 你想什么呢 没什么 月儿 你还记得吗 当初我和你说过 等我安排好了 花剑阁的一切 带你一起去游山玩水 我说的是认真的 你再重新好好考虑一下 好啊 其实呢 我一直有很多地方想去的 我们呢 可以先去京城 然后再去西域 我们可以一路吃过去的 月儿 你 夫君 若是因为我的病情 那你就不必担心了 其实呢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日在屋檐上我同你说的话 之前 我一直都很害怕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得到了幸福 可能我会一直 生活在患得患失 诚惶诚恐之中 我好怕老天爷 不知道何时就会收回这一切 但是现在反倒好了 我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我可以好好陪在你身边了 夫君 夫君 夫君你怎么了 你也不必太担心 夫人 你也不必太担心 夫医说岛主就是发个烧 按岛主的身体 很快就会好的 夫君身子一向健康 都是因为我才落了水 所以才会生病 夫君 夫君 你要赶紧好起来 可怕 潜洞首终仙 芳飞天空不见 间断过几篇 流离不如人间 阑珊的世界 悠悠黯暗于纷飞 其实 岛主并不只是因为落水才病倒的 这段时间 您和岛主虽然不住在一起 但是岛主担心您的病情 每晚都会跑来您的房里看您 再加上 为了治好夫人的病 岛主连续好几日不眠不休 和大夫们研究药方 这才累垮了 好了 好热 一娜 我给你擦擦哈 冷 好冷 你 冷啊 好冷 该被子 怎么样 冷 此言 岁月描摹深刻 余味却是残缺 夫君 还冷吗 还冷吗 冷 好冷 好冷 了 曹 好喝 好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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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